解题基础知识串并联功率换算 两相同是电热器并联使用的时候 总共消耗1000瓦 若改为串联再接回原来的电压的时候 则总消耗功率为多少 好26题 它说并联的时候是1000瓦 求串联的时候 那个消耗几瓦 那怎么算呢 P等于R分之V平方 所以功率跟我的电压成平方正比 那现在变点的时候电压都是V 串联的时候变压就剩下一半而已 二分之V 二分之V 所以我的功率怎么算呢 就是1000瓦 这1000瓦 1000瓦这个是给几个加热器用的 这给两个加热器用的 所以每一个是500瓦 好 所以这边用500瓦去算了 500瓦 那再乘以电压变一半 所以我功率要变多少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的平方 然后呢 现在有几个 加热器 两个 所以要再乘以 两个加热器 所以算出来就是250瓦 这是26度 答案为A 我们下转了 先开始 hani 也 我们下转了